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我姓展 我今年48岁 这是我的未来的儿媳妇 田田 谁认定的儿媳妇 我订的 您儿子订了吗 我儿子一般都是听我的 我今天要不是来这个节目 我都不知道我儿子 说了这么一个 你没见过他呀 我没见过 这是今年第一次 那你见了以后你感觉 我感觉不是我未来的 为什么 你看他那样 职业车磨 让人听了 我是结束不了的 而且 我要说阿姨我的职业 我并不觉得我职业有什么错 你穿得多么暴露啊 现在谁喜欢车磨呀 整天在外面 有时候拜年 拜年两三个月都不回来 谁知道你天在外边干嘛呀 您不知道 您儿子知道啊 我每一天都生活 跟他生活在一起 而且我忙碌的时候 我只要有空闲 都是跟他通话 他知道我的一言一言 你现在就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 可见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爷女孩 如果我是爷女孩 我就不止跟您儿子一个人在一起了 如果他不是您儿子的女朋友 就这样好看吗 太暴露了 我不喜欢 我绝对不喜欢 我今天带台天去让他知道 这是我儿媳妇 未来儿媳妇 你是示威的 示威的 我是因为让他知道 他和我这个儿媳妇 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你不可能的 你就是那第三者 我跟你说 我第三者 阿姨 请您注意 我给你说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家的田田 和我儿子呀 早就成为儿媳妇了 就是因为给山峰点火 阿姨 你说得太过分了 首先 我跟他在一起之前 我根本不知道 他叫我两个女朋友 无论什么原因 我如果知道的话 我是不可能跟他在一起的 而且过后他也说了 他不喜欢田田 是您给你加给他的 他是为了尊敬您才这样 您能不能尊敬一下 您儿子呢 我挺尊重我儿子的 那您如果尊重您儿子的话 请您放过他 但是你尊重我的话 你现在我请你离开我儿子 你看这么实力 这整天在外面 现在见光实广的 这么厉害 像你这么厉害的 我根本接受不了 梅晨 不要忘记了刚才开门之前说的 阿姨我想说 如果说您现在上来 对我有一点点的尊重的话 我现在又不会是这个 语情对您说的话 你刚才也说了长飞吗 但是我 我起码说我注意我的言行 我没有过期的词语 可是阿姨 你也听到他都是用什么样语言来通知我的 确认一下阿姨 你到底是讨厌他的职业 还是讨厌他这个人 他这个人他这个职业我都讨厌 像车磨这种职业 抛头露面的 有时整夜不回家的 站到那儿 这个人看呀 那个人说呀 今天多少钱呀 实际上是指着车 多少钱是指着人多少钱 你在里面干什么 搁到谁知道啊 阿姨行着百度是这样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阿姨这样啊 这样 这不是主要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 哪个行业里面都有坏蛋 对不对 这个我先不说 我觉得得先弄清楚这事 这两个女孩到底谁是正常女友 田田和我儿子认识都一年多了 都交往一年多了 关系都处得不错的 谁介绍的 是我介绍的 我这个人呢 反正家庭也是不错的 经济也挺好的 所以说我就想给儿子 挑一个差不多的 也孝顺我的 就是那种 那我问你田田吧 处得怎么样啊 一年多 一直都很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好的话 现在会跟我在一起吗 他喜不喜欢我 我心里明白 你明白的话 现在在我身边 你有我清楚吗 我不知道到底谁清楚 就是自从认识了你以后 我儿子现在变得 一点都不听我话了 太腻了 而且和我顶嘴 我想说 原来我儿子都 我想说我每次都劝大海 我说您一定要就是 跟您说话的时候 在介绍我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用词啊 情绪 我一定说 他毕竟是您母亲 但是我不知道 他怎么跟您沟通的 还是说您根本就不想 跟您儿子沟通我 但是 我绝对没有说 在中间说让你儿子 所以先到一万 我就是不喜欢你 好 我们先不吵了 我们先不吵了 田田跟我换个位置 给你换个位置 我问你 说清楚啊 你说一下 你说你跟他交往了一年 跟大海 相处得不错 对 那怎么会有他呢 你们分手了吗 还没有分手 那提了分手吗 大海 他刚提出分手的 什么时候 什么叫刚提出分手 你让他先说啊 我们好好听一下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儿子叛逆 越来越叛逆 我们先听一下啊 什么时候提出的分手 就最近这一个月 他提出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他喜欢美辰 那既然他都背叛你了 你这么 你还这么死结巴裂的 那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的 大海跟你相处了一年 多多少少是有感情的吧 我现在就揣摩大海 是不是因为是母亲介绍的 而且又特别怕母亲 才将就跟你在一起 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应该有直观的感受 这个男人到底爱不爱你 这一年的过程当中 你们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我觉得他们两个相处挺好的 让他自己说 让田田自己说 他只是能遵循阿姨 对我的感觉 去对待我 完全是属于一种 同情包容 哦 那你很清楚 你很明白 大海是因为听妈妈的意思 才跟你在一起 他跟你明着表露过这样的意思吗 说过吗 之前有说过 那我想问一下 近半年你跟大海是怎么交往的 就认识了他之后 只是偶尔见面吃个饭 他跟你说过美成的事吗 除了分手的时候说 之前有没有说过吗 有提过 但是我不想听 那就是单方面 大姐 这很明显了 田田也说了 其实您儿子是不喜欢他的 但是我觉得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你想在我们那个年代 都没见过面 就是给介绍 然后感情不是慢慢培养的吗 我相信我儿子会选择他的 阿姨现在不是您这个年代了 你别给我说那么多了 不是 你刚刚都说了 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是吗 是 那你们俩的感情也可以慢慢培养的 对吧 对吧 反正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你说他个瞧没那么多好的 他不嫁 非要嫁我们家 我怀疑他真的是看我们家产了 所谓一山难容二虎 如果将来有机会要组成家庭的话 母亲和美晨 你们两个关系必须要去好好的去调整 以他这样的长相呢 通常没有老人缘 比较红美啊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很无辜 因为我长成什么样不是我自己决定的 是我妈决定的 但是呢 向游新生 你的妆 你的颜色色彩 是可以改变的 还有你看人 你的动作 第一印象 你就输了 你今天的装束 特别不适合跟老人来告白 我觉得大概应该穿成我这样 比较端庄的连衣裙 因为我知道我婆婆本来就是 最反对我的一点 不就是工作的这方面吗 所以说我今天上来告白 我就是想让她彻彻底底的接受我 所以说我就想让她看到我 平时我工作就是这样 那我就这样让她看到 你这样她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你要让她看到 你希望她接受你 你为她而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和改变 我现在看出来了不仅仅是职业的问题 而是你比较不能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美辰 虽然说我觉得你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状态 是对大海的爱 但是你对阿姨真的是不够尊重的 一点都不尊重我 像如果以后嫁到我们家 还闹到我们家鸡犬不宁啊 阿姨 因为我天天吵架 我承认我今天态度是有些着急 但没办法 我这个事情已经压低我半年了 我真的非常着急 但是我想说如果我真的进家门的话 我不可能不尊重你 阿姨 我给你支个招 你就放这个时间 让他们俩去相处 你所看到的问题 如果真的对于他们俩而言是问题的话 那他们俩之间一定会有矛盾的 所以你不用着急 你现在不用去强行地拆散他们 你越拆散他们 他们俩抱得越紧 让他们自己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但是我这种性格是懦弱的那种 我想说阿姨 真的 我今天来这个现场到一个节目 当时报名的时候 我很纠结你知道吗 对我不是尊重您 我不会到这来 那行 你喜欢儿子 你尊重我 我现在 我 我就让你 别干这个 车磨这个职业考验吗 这就是你对我的注重 别干这个 我也问你一句 我就不喜欢这样的职业 我不干 我不干车磨 我做不了别的行业 那么 那么我到您家 不还是成为您家在养着我 你不是还有理由在说我吗 归根结底 你可以 我给你钱 可以做别的呀 你给我钱 是您的钱 不是我的钱 来来来来 是你的钱 我觉得你钱有点不干净 我不喜欢那样的 是啊 你就是觉得说 那你 那你这样阿姨 你就有一些无理取闹了 归根结底 不是说我 我职业 我人什么样 而是说 你就是不喜欢你那种 你阿姨知道有一句话吗 心地善良 嘴上盐 心不饶人 嘴上贼 所以我们宁愿要个抬杠的鬼 也不要一个嘴甜的贼 这个女孩 要真的要寄予你的家产 她肯定不会像今天这样 跟您对着干 美成认为 未来婆婆对她的不认可 是职业所导致 所以与男友大海上了后 美成决定单独和大海的母亲 展阿姨对话 但没想到的是 展阿姨居然会带着 内定的前友来到现场 尴尬的局面 让在第二现场的大海 措手不息 但是 关键的人没出来呢 这男人怎么老是跟缩头乌龟似的 每次都说女人上来 然后男人躲在步 我们的编导告诉我们 大海在第二现场 我们把第二现场打开 喂 你好 是大海吗 是 你好 你怎么在第二现场啊 我觉得我还是在第二现场比较好 我觉得我去第一现场会比较尴尬 你怎么还戴着墨镜呢 其实说实话 我今天来到这儿也是因为 出于对这两位在场的三个女人的负责 所以我才来的 所以我不想让太多的人接 但你老躲在后面也不是个事啊 来我来问你几个问题大海 你到底爱谁啊 你到底爱谁啊 那一定是美辰啊 大海你怎么能这样呢 天天这么好的女孩 你说她什么呀 大海我想问你 你既然不喜欢我 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那么久 而且在我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还跟其他女孩在一起 你这不摆明的劈腿吗 请你放过她吧 你不要每次都这样逼她 我现在问的是她 我觉得我必须得说一下 我觉得我妈一直对美辰都有误解 从她没开始了解这个人开始 就已经心里面就已经有排斥了 其实美辰是一个特别照顾我 我心情的一个女孩 比如就比如说她的服装问题 那就是其实在这之前 她跟我讨论很久 她要不要上来穿的是那种 平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的服装 但是我就是坚持 我就跟她说 你就按照你工作的状态 这样的服装穿这样上台 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想让我妈 接受她的话 就要接受她的所有 其实田田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包括她对我 对我妈都挺好的 但是我不喜欢她 我也很早地就表明过立场 这件事情自始至终都是 我妈在安排 你能来到现场吗 我觉得 来把第二现场关了 来 我们回头 事情很清楚 但是很难办 难办的是 清楚是因为大海已经有明确的指向 难办的是大海不敢 她连到这儿来她都不敢 所以说美辰虽然赢得了她的心 却没有赢得她的胆 我最想的是对田田说一句话 人家大海话说的不能再明白了 根本就不喜欢你 而且人家已经心有所属了 你还待在这儿干嘛呢 浪费你的宝贵青春 你要是想嫁她妈 我觉得你是有胜算的 你想嫁大海 你这完全就是白日做梦啊 你赶紧换片子吧 确实 我也觉得在整个 在整个事件里面 其实最需要做出选择的人 并不是大海 而就是田田 因为田田现在已经很明显地看到 就是大海她并不喜欢这个类型 你想知道一个男人 要培养出感情的话 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你要跟他生活一辈子 我觉得当下 做出选择的人 应该退出的就是你 我接下来问你们三个人 一人一个问题 田田 你爱大海吗 爱 大姐你爱大海吗 爱 美成你爱大海吗 爱 我觉得你们三个人都不爱 真正爱一个人 不会逼我爱的人 做出抉择 但无论如何 这个儿子还是要见面吧 话虽然这么说 我们不会逼着我们的爱人 去做出抉择 因为做出抉择之后 我们都不会有预期的幸福感 多年前 为了跟儿子创造一个好的未来 展阿姨下海经商 几十年的奋斗 攒下了丰厚的家业 而大海的学业 工作和婚姻 都是母亲一手指定安排 直到遇到热情火辣的出抹美尘 儿子第一次叛逆 那么长期听从母亲安排的大海 会有勇气来到现场吗 你们要不要大海来啊 当然 你们谁去开门 我去开 我的儿子我去开门 问你几个事 儿子如果坚持要跟美成在一起 您怎么办 那她就想要让她向甜甜说一个理由 说个理由 你就可以接受了 也不是接受 我也保持就是看大家的 平心而论 除掉职业和刚才台上的表现 就这女孩 她到底有哪不好 我第一眼一见她那种 就像你看她妖娆多次的那种感觉 我一点都不喜欢 从那我就有点反感 所以阿姨 我建议你 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 回去读一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就是你 这是一本名著 叫傲慢与偏见 好 大海会不会来到现场 我们一起倒出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刚编导说您儿子怕面对这么多人 所以呢 他想单独跟您一个人说 他儿子还算挺聪明的 知道正洁就在趴那儿 没必要面对天 那你们俩 休息一会儿吧 大姐 你看你儿子都怕了 要跟你一个人谈 形势很严峻 我估计您儿子长这么大 你没跟他在这种公众场合 说这么严肃的话题了吧 来 让我们再次倒出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儿子你太厉害了 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朱大海 为什么决定一定要跟妈妈谈 我觉得这个事情 从而到尾 为什么今天会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原因 都是因为 我妈 我觉得我首先得先把我跟我妈的 事情解决了 好 那你就自个儿解决 你自个儿说 我估计你这些年都没这么跟妈妈说过话 今天把他一股脑的说出来 因为这有可能决定你将来自由的命运 好吧 接下来我才交给大海 接下来是大海的告白时间 妈 其实这段话我已经想跟你说很久了 其实我知道你为这个家付出很多 我也知道我从小到大你一直都在 就是点点第一的事情都在为我操心 真的从学习到工作 每一件事情都是你来帮我安排 甚至到感情 我期间交过两个女朋友 你都知道 然后你不喜欢她 你不喜欢她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 妈 你先听我说好吗 你不喜欢她们 那好 那我去让她们去做改变 让你能接受她们 但是你还是不喜欢 那好 那我选择跟她们分手 我为什么会跟她们分手的原因 是因为您 我尊重您 之后你把甜甜介绍给我 我还是一样 我用心去感受 我尽量地去跟这些女孩交往 希望能达到 你满意合适的这个想法 但是我发现不行 我真的不喜欢甜甜 甜甜不适合我 我喜欢的人是美晨 那你那时候怎么不早说呢 我刚给你介绍你就说呀 你现在你这么 面对甜甜啊 那么好 妈 你永远都是这样 你知道吗 就是我每次不管说什么 你都是打断我 然后你就会 把你的想法强加在我的身上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 为什么你就不能认认真真 仔仔细细地听听我说 就比如说今天你把甜甜交到这来 你让甜甜怎么办 人家一个女孩 就包括美晨 为什么美晨今天会来到这 所有人为什么大家去到这块的目的 您能不能为我想一想 也为大家都想一想 你让两个女孩怎么办 我无所谓 真的 但是甜甜以后怎么出去 美晨 我知道你不喜欢美晨 但是你到底是不喜欢美晨的职业 还就是不喜欢美晨这个人 还是说您就喜欢 您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准则标准 那你说你怎么面对甜甜啊 以后你让我怎么面对人家呀 妈这样 对于甜甜的事情我自己处理 我们年轻人的事情我们都自己处理 甜甜的问题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把甜甜请上来 我当便跟她道歉 首先我承认 在跟你交往的同时 认识了美晨之后 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在同时交往 这是我的不对 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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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schrieben 것처럼 你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真的 我觉得 我妈能说出今天这样的话 其实我挺惊讶的 因为她从来都 没有这样的状态跟我说过话 包括我今天 刚才情绪有一点 控制不住 其实我也没这样跟我妈说过话 在这儿 我也对我刚才的态度 表示道歉 你是我儿子呀 我总能让咱们决裂是吧 但是我想说 我觉得我妈 不拒绝 不阻碍 已经算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谢谢 我去找我的幸福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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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